亚运宇球 小代时连胜印度前球后 塞纳抢下金牌战门票 第二局 小代第二局进攻依旧强势 率先取得3 0领先 塞纳开启追分攻势 再将比分逼到6 6平手 小代靠着攻守端的多变球锋 让塞纳再次吃足苦头 连拿3分再要回领先 没想到塞纳也回进一波3 0扳平 两人在技术暂停后展开拉锯战 塞纳靠着小代的失误紧咬比分 索性小代关键时刻稳住阵脚 再度握有进攻主动拳 最终以21 14直落二代走比赛胜利 第一局 小代开赛就打出十足的压迫感 让塞纳难以突破 小代迅速拉出3 0的攻势 不过 塞纳稳住阵脚 追到6 7 并靠着小代回球过长出界追到8 8 两人一路僵持不下 小代的强势进攻拉出一波5 0攻势扩大分差 然而因失误过多又让塞纳迎头赶上 追到只差1分 索性小代及时回稳 最终以21 17拿下首局 戴资颖昨天直落二解决市井赛冠军 奥元希望 今下午一点将对上印度前球后塞纳 立判亚运金牌战门票 小代人穿亚运拿下铜牌 晋级四强后已确定追平上届成绩 今天小代对上塞纳 两人过去对战过16次 小代取得11胜5败的绝对优势 目前更是对战9连胜的绝佳状态 小代判能延续气势直分金牌战 小代人穿亚运拿下铜牌 晋级四强后已确定追平上届成绩 今天小代对上塞纳 两人过去对战过16次 小代取得11胜5败的绝对优势 目前更是对战9连胜的绝佳状态 小代判能延续气势直分金牌战 小代判能延续气势直分金牌战 小代判能延续气势直播剧��金牌战